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37集 费尽全力低下头去 只扫着一眼 顿时欣喜若狂 只见双脚双腿仍在自己身上 宁仙子一手直剑 一手提着他身子脚尖几点不断穿梭在房顶间 如一缕青烟 去速极快 他只听耳边风声哗哗响 连方向都辨不清楚 真的没有死 他浑身上下冷汗沉沉 早已湿透了衣衫 心里的惊喜难以言表 一次不死是侥幸 两次不死是运气 这三次不死 那就是林某人的复原了 他浑身来了劲儿 仿佛又看到了生的希望 宁仙子面色平淡白衣飘飘 一阵急奔之下 脸上引荐苍白 一股如蓝四射的幽香传入鼻孔 令人心旷神怡 哎 仙子姐姐 正在行进中的宁语西文听她说话 身形骤停 剑尖便搁在她颈边 哎 姐姐不要急 我不赶时间的 还是你身体要紧 她和颜悦色 眼神甚是真挚 宁仙子冷冷看她一眼 双手一松 她身体便直往下面追去 林婉容往下一瞅 顿时心惊肉跳 这房底距离地面有树杖的距离 摔下去还不变成肉饼了 奶奶的 赌一把 她咬牙忍住心中的恐惧 双眼一闭 耳边风声呼呼 直直坠落 千军一发之际 一声冷哼传来 香风飘过 宁雨昔深如闪电 轻轻瞧瞧提起她身子朝前急行而去 林婉容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 汗湿的通透 她今晚生生死死好几个回合 都有些麻木了 索性合上眼睛 任宁仙子折腾去 二人都不言语 长夜仿佛因此而寂静 行了也不知多长时间 睁开眼来 只见此时落脚处已是半山妖际 脚下便是卧佛寺 头上就是自己炮轰过的玉德仙房 断臂残垣 满目的荒凉 我怎么在这里 林婉容吃了一惊 挣扎两下 呼绝脊背一阵的剧痛 竟是宁仙子毫不留情 剑鞘砸在了她身上 林婉容吃痛之下哼哼了一声 哎 仙子 你这时候带我去哪里啊 宁宇夕也不答话 剪着那陡峭的山路急行 越到高处山峰越大 宁仙子衣衫烈烈淡雅如仙 林婉容穿得单薄浑身 都冻起了鸡皮疙瘩 行了约妈半盏茶的功夫 宁宇夕脚步渐渐地剪慢了 将她身子往地上一扔 尖锐突起的岩石 戳在她屁股上 钻心地疼痛 站起身来四处望去 此时立身之处 已是绝风之巅 四处空旷寂寥 坍塌的牌坊尽在眼前 旁边是一座新器的坟墓 墓中便是她亲手安葬的静安居室 宁宇夕呆呆望着那新坟 美眸中精亮一片 泪珠隐隐浮动 手中长剑握得紧紧 仙仙素手上涌起一层淡淡的青筋 用力至极 烈烈寒风吹动她的眉 她的发 美眠中有一股说不出的 欺然荒凉味道 长剑插于坟前 宁仙子缓缓跪下 两行晶莹的泪珠滚落 终是无声地哭泣起来 完蛋了 林宛容浑身寒毛倒数 难道静安居室是仙子姐姐的娘亲 欲得仙房的院主是被林三逼死的 天下无人不知 她纵有天大的本事 能将天花说得乱坠 却也哄不了仙子 难怪宁宇夕对她如此憎恨 不顾往日情谊 数次置她于死地 眼见宁仙子跪在坟前 不发一言 林宛容心里明白 这次是什么方法都不灵了 唯有拼死一逃 她心道意道 脚步轻如狸猫 缓缓向山下退去 你还走得了吗 宁仙子仿佛背后长了眼睛 冷哼一身 束手微扬 三缕寒忙 鸡舍而出 林宛容 哎呦一声 躲过两枚 第三针 却正扎在她腿弯处 吃痛之下 站立不稳 身体栽倒了下去 扑通一声 摔在了地上 这次可真是摔到家了 见宁宇夕眉目冷冷 手中常见 闪着寒光向自己走来 她心里唯有苦笑 想过很多种死法 却没想过会死在仙子手里 你猜我会让你怎么死 长剑抵在她胸膛 仙子声音冰冷 与昔日田径模样形成鲜明对比 哎 若是能够快活死 那就最好了 林宛容叹了口气 神情不见多少悲伤 眼光向四处打量 引有一种淡然之色 哎 这个地方不错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 埋葬我这把中骨 倒还不算埋没了我 仙子冷冷笑道 中骨 回我盛房 如我亲人 天下人唾弃辱骂 就凭你也算中骨 林宛容勃然怒道 仙子姐姐 我的命是你救的 你要打我杀我 我眉也不会咒一下 只请你记住一点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你代表不了天下人 你怎知天下人只会托我骂我 不会赞我献我 这就是你们玉德仙坊典型的自以为是 天下人都有手有脚 有头脑有思想 你们凭什么代表他们呀 他说着说着 仿佛变戏法般 手中凭空多出了一把黑幼幼的火枪 枪管阴森闪着寒光 正对准了宁玉西 宁仙子不见惊涩 哼出一事 你倒是有些本事 这般境地也能取出暗器 只是 我却未必会盼 他淡淡一叹 凡尘之大 再无我可恋之物 我就是活了性命 也要取你手机 他容颜绝绝 银牙一咬 手中常见脊斗 便要与他拼个鱼死网铺 哗啦一声轻响 声铁碰壁的声音 宁与西微微一愣 却见临三将手中的火枪丢在地上 神情平淡地叹了口气 哎 仙子姐姐 我说过的 你救了我的性命 我今生再不与你为敌 这是我还你的恩情 你要杀我 就尽管动手 我要是皱了一下眉头 你儿子就和我一个信 宁仙子一阵恶然 这火枪的威力 他是见识过的 即便他自负武功超绝 也没有把握躲过担子之危 林三还了一个天大的人情 给他代价 却是自己的性命 他几时变得这般豪迈了 沉默良久 压下心中波动 宁仙子见尖微微颤抖 你莫要以为这样 我便不会杀你 你逼死怨主 十恶不赦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林婉容放声大笑 声音苍凉 哈哈哈哈 仙子姐姐 我敬重的是你数次救我 却非你的言行品德 我与清玄两情相悦 何错之友啊 凭什么就要被你们拆散啊 宁与希微一错恶 清玄之事非我所愿 只是他年幼之时 曾经发下誓言 要抛弃人间情愿 终生供奉圣访 我如何能坏他诚信 抛弃人间情愿 笑话 人生在红尘中 吃的是五股杂粮 想的是苦辣酸甜 就如人的血液一般处处流淌 如何能够抛弃呀 姐姐你可以高高在上 静安居士也可以高高在上 但是清玄和我一样 都是凡人 我们向往的是人间那种 红男绿女的生活 不要做那什么居士 这样的室外神仙 话说回来 居士就是神仙吗 我瞧着 虚假的很 不得侮辱怨主 宁与希脸而发白 你逼死怨主 十恶不赦 好一个十恶不赦 林婉容冷声笑道 我就先自认了吧 可仙子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我迟来一步 清玄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会怎样啊 他们会有活路吗 这是我的妻子和血脉 我拯救他们有何过错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若说我是恶不赦 那你所敬仰的院主 你所敬仰的亲人 那就是千恶不赦万恶不赦 大胆 宁仙子翘脸苍白 圣怒之下 利剑如风 带着一阵尖锐的呼啸 直望林婉容胸前射来 林婉容咧了咧嘴 浑身麻木 这一刹那 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 闪现在眼前 仙儿 清玄 瞧瞧 宁儿 安姐姐夫人 宁仙子 声道人道 常见对准的胸膛 狠狠刺了下去 林婉容神情淡淡 不躲不闪 脸上满是笑容 你 你 你笑个什么 剑尖触到 她肌肤微微颤抖 却再也进不得半分 宁与兮心中混乱 咬着牙道 姐姐 居士是你娘亲吗 林三无所畏惧 笑容纯真 便似是个不设防的孩子 是我姑 我不告诉你 宁与西银牙轻咬 疏然一惊 这么说 就不是娘亲了 林婉容心里 长长的出了口气 浑身轻松 我就说嘛 居士一副 假先锋 盗骨的样子 怎么会有 仙子这么漂亮的女儿呢 好家伙 吓死我了 她方才兵行险招 丢下火枪 拿自己的生命 堵了一回东道 眼下身上还在颤抖 咧开嘴 扯起个笑容 身上皮肤一阵绷紧 姐姐 你告诉我 居士是你什么人 我也告诉你一个 天大的秘密 我不稀罕 宁与西怒 哼一声神色黯然 我要替姑姑报仇 她是我这世间 唯一的亲人了 原来是姑姑呀 只要不是娘亲就好办 林婉容微笑着叹了口气 自地上捡起那火枪 宁仙子一惊 手中常见急忙戒备 林婉容微微摇头 笑容满面 谢谢仙子姐姐你的诚恳 眼下该轮到我回报了 姐姐你也不必为难 舍不得杀我 我自己动手就行了 她将那火枪举起 正对准自己太阳穴 宁仙子看得心惊 声音带着颤抖道 你 要做什么 也不是做什么 只是想看看 这火枪的威力 林婉容不经意说道 将火枪往额边 用力顶了顶 笑容愈发的神秘 嘿嘿 仙子不用担心 说不定火枪威力小 又或者是我头皮 那蛋子伤害不了我呢 那你便死吧 宁与西神色 愈发的恼怒 咬着牙道 林婉容神色 正中起来 双眼闭上 手指伸入圆环 缓缓勾住了扳机 见她专注而执着的样子 宁与西美丽的眸中 神色闪动 似是痛恨 似是担忧 又似是迷茫 百味杂陈 连她自己 也难以分辨 林三一言不发 平静异常 手指缓缓地蠕动 宁与西 纵使镇定如仙 此时此刻 也无法保持了 心跳加速了无数倍 玉手紧握长剑 银牙咬得咯咯作响 心中有两个 截然相反的声音 同时响起 叫她不知如何是好 林婉容微微一叹 手指迅捷 木然抠动扳机 宁仙子心跳如骨 脑中骤然停顿 想也不想 常见挥出 正寄在她手腕上 林婉容 哎呦一声痛叫 手腕垂落下来 哎呀姐姐 你这是做什么 宁与西咬牙切齿 此乃我胜防重地 如何见得血腥 你便自这牙间跳下去 一了百了 不要辱了我的眼睛 林婉容听得暗自好笑 将那火枪药匣打开 只见里面空空如也 竟是连弹药也未装填 她摇头轻叹 哎 今日我拿着火枪 向夫人求取小姐两位小姐 未免走火 早已将弹药取出 方才向姐姐示好 却是我故意为之 翘姐姐下不了手 仙子可以骂我卑鄙 骂我无耻 但是我做了 我就会认 我卑鄙 但我坦诚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如同面对静安局势 我与她随时见解不同 冲突激励 但我与她没有过仇恨 我将她厚葬 我和清玄一起给她磕头 在她的坟前 在这高高的绝峰顶上 我可以拍着胸脯说 我林三 问心无愧 她神情明然 字字正中 掷地有声 宁语希望着 她执着的表情 呼得生出一种 高山羊脂的感觉 心中纷乱迷茫 林三回过头 朝她笑了一笑 似有种说不出的 洒脱味道 世上之事 真真假假 分分复复 叫人难以琢磨 就如同仙子姐姐要杀我 没有比这更复杂的事情 没有比这更复杂的事了 宁语 与兮难难自语 恍然中有一种 从未有过的体位 面对着林三 怕是穷自己 一辈子之力 也杀不成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